這個工作非常的煩悶之外 不斷的下雨 洗衣服衣服都不乾 會發霉該怎麼辦 恐怕也讓大家覺得說還蠻困擾的 我們接下來就要透過婆婆媽媽 來教大家如何把這些霉斑 或者是霉味給去除掉 這件衣服經過季以後 今天我們要穿了 發現它有霉斑 我們要告訴各位 怎麼把它清除掉 原來衣服想去眉斑 怎麼洗很重要 水溫升高 事半功倍 想讓效果加強 和漂白水的比例分加到100比3 泡兩個小時再洗 洗一千洗後去眉效果馬上有差 不過不像外面洗衣店用氧化漂白劑 漂白水交不環保 專家建議每次洗衣服 140C的水可以加2000C白醋一起洗 就能預防美菌滋漲 但可不是所有衣服都適合 除以動物式纖維 比如羊毛 蠶絲 這種纖維是比較不適合的 因為這個反而會適得其反 會破壞它的材質 不過如果太潮濕 衣服有霉味 廣路流傳 可以把衣服放進大型後裙招帶 吹風機往袋內吹風 出口稍微擋住 用力搖晃袋子 就能去除濕氣和霉味 但50年經驗的總監認為 這效果有限 最好還是再洗一次 專家提醒送洗衣服後 防針套記得要拆除 不然衣服悶著也容易有霉菌 另外晾衣服通風乾燥的空間很重要 還有把握穿完就要洗 別擺太久否則沒雨季節報到 小心衣服沒飯沒味 通通找上門 記者董優峻路易台北廠報導